NBA的各种精彩表演中 你最喜欢空间暴扣 全酷的变相 还是灵光闪现的妙传呢 大家好我是Marco 欢迎大家来到体育那些事 作为一个老球迷 我想说的是 我看球喜欢的东西 恰好就是这样一个鉴定的顺序 反正我现在最喜欢看的就是传球 今天我就继续跟大家盘点 我们心目中的 NBA历史十大精彩传球的下半部分 龙多的传球真的太棒了 每一次看他的传球 就像看乔丹拉杆 看张黄追冒 甚至于看龙之岛传球的时候 很多人会产生一些错觉 这个人是不是开了上帝视角 是不是外挂取消了战争迷雾 他不仅视觉没有死角 我甚至没有感觉到 他会被眼前的放手人挡住 他就像开了田野一般 龙之岛最酷的传球 发生在他睁牙的巅峰期 那时候的他 不是阵容核心的塞尔提克的核心 但是却是球队当之无讳的大脑 银剑说大的手 他也能把球 中到所有想去的地方 在面对精快的一场比赛中 龙多拿着球腾空准备上篮时 对方收缩的防守队员 干扰了他的重心 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 龙多迅速做出调整 在自己脑后 静准的把球 传给了带低脚等待的雷亚伦手中 雷亚伦手起刀落 为绿军拿下三分 直到现在 龙多还是自由球员 很难想象 全身都是宝的笼着的 会以这样的方式 在这个赛季原地推移 詹姆斯韦德 绝对是新世纪最强的二人组之一 并且可能是NBA最快的王扎二人组 赛球场上 他们的速度快如闪电 在2012年 面对六马的比赛中 詹姆斯和韦德的一次连线 惊艳了全场 在对手六马队的投篮打铁之后 韦德并没有从底线发球给后卫 慢慢向前推进 而是狠狠一甩 直接把球扔到了前场 当所有球迷都愣神的时候 一道黑影对着篮球飞奔过去 正是詹姆斯 只见他轻轻一点 在对手愣神的时候 就把球放进了篮筐 而此时24秒的计时器 刚刚走到了22秒 仅仅有一秒钟 两个人竟然完成了一次反击 从那以后 很多朋友开始冲到全新的梗 两点之间 詹韦最短 斯托贾科维希 是早期联盟的超级射手 由一说为一 作为一个射手来说 他并比传球的技巧 分明于联盟 但在对阵小牛的比赛中 他却贡献了惊人之作 他抄截了对手的虎射球 丢球后 对手立刻施压 试图反抢 而此时的费甲 早已用余光 锁定了前方快下的杰克逊 面对前来捕方的对手 他灵光一闪 用背后传球的姿势 传出来了一道 包弧线又无比精准的传球 祝空杰克逊 轻松命中两分 费甲的精彩传球不多 这让灵光凸显的那个瞬间 显得非常特别 在激烈对抗中 启发出自己的潜能和创造力 也正是篮球的魅力所在 科比生涯最棒的传球 是在面对创造黑八奇迹的 勇士队是实现的 那场比赛中 科比用一个娴熟的背后运球 直接过掉了戴维斯 本以为有机会抄到球队杰克逊 正想伸手 结果科比先拿到球 然后一个帅气的转身 甩掉了他 面对收缩内线 补防的汉宁顿 科比用一个不看人背后传球 传给跟进的图里亚夫 让后者轻松灌篮得分 科比如同巅峰C罗 过掉一行业余对手一般 勇士的防线 那一刻也如凌晨四点的 洛杉矶马路一样 宽敞明亮 事实上 科比的大局观相当厉害 也经常传出 令人大呼过瘾的球 只是相对于传球 科比还是更喜欢 自己来解决问题 说实话 我并没有看过 泰东魔术师约翰逊的比赛视频 但他的传球极紧 真的每一球都相当精彩 作为几乎公认的 NBA第一传球大师 魔术师传出来的漂亮球 那可是太多了 但有一个传球 让我记忆相当深刻 下快步的魔术师 滑倒在地板上 躺在地板上的他 用一只手 从对手的双手中 捞回了篮球 当他准备再次传球时 捕方过来的对手 已经跳了起来 封堵传球路线 机智的魔术师 从对手的双腿之间 把球砸了出去 球完美落在队友手中 一击爆扣 轻松终结 这种戏剧化的处理球 绝对是他最喜欢的方式 魔术师的脑子里 似乎长了800个心眼 经常眼睛看着左边 然后向右边传球 或者看着右边 向左边传球 由于篇幅和看球经历的限制 我们所收集的精彩传球 到这里就完成了回顾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 分享你们的看法 和你心中的 Top10妙传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喜欢 别忘了点个订阅 这里是体育那些事 我们下期再见